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人为什么会失眠呢 中医认为呢 原因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脾胃问题 中医称之为胃不合则寝不安 比如说你晚上抱饮抱食之后 肯定就睡不安稳 还有一种是心肾问题 就是白天呢想事太多 思虑太过导致我们心火太旺 肾水呢能量又不足 无法平息这种心火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脑子清醒 入睡困难 那么要想调理好失眠 要注意这两个方面 第一晚上要少吃 第二调理好心肾 这个理论呢在小孩子身上 有很好的体现 他们为什么瞬间就能够入睡呢 就是因为小孩子心里没烦恼 而且呢肾气充沛 所以肾水足就能平衡心火 进而呢可以起到调理睡眠的作用 好我们一起记一下 要想远离失眠困扰 心肾工作常做好 重心左移 右脚开步 两手上举 马步下蹲 两手下蹲 重心上升 身体又轻 目视右脚 身体向左摇转 眼睛不离 眼睛不离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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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向后摇 眼睛不离右脚 重心下降 重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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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左倾 目视左脚 目视左脚 头向右摇 眼睛不离左脚 头向后摇 重心上升 重心下降 右倾 吸气 左摇呼气 后摇吸气 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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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倾 吸气 右摇呼气 后摇吸气 后摇吸气 下落 呼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